Vita 我知道你考車牌也有一段日子 你覺得開車最困難是甚麼呢? 當然是Parallel Parking 每次都拍得不好 又阻礙了別人 都挺尷尬的 以後來我們介紹的全新泊車系統 就一定適合你了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 世界上第一部用引擎推動的汽車 早在1886年開始正式發售 時至今日 汽車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中 不能缺少的代步工具 而科技的進步 亦令更多人可以享受到駕車的樂趣 好像從前的棍波車 到現在廣壽市民歡迎 易於操控的自動波 都令開車這種技術變得更加大眾化 只不過開車容易拍車難 所以相信對於很多駕駛人士來說 尤其是女性、老人家和一些新牌子 這個絕對是一個難題 而為了令大家不需要重新學車 都可以隨時隨地拍到車 市面上就推出了一系列新型號的汽車 裏面都安裝了全新的電腦裝置 泊車協助系統 Active Park Asset Active Park System 是最近兩年是一個新的裝置 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將你帶去一個平衡泊車的位置 Push Button或Auto Park 時 它會自動幫你選擇平衡泊車位 當你去到平衡泊車位 它選定了泊車位置 你就將腳踩到brake 然後將所謂的後波放置 然後它就會自動幫你操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的腳要踩著brake 去控制速度 那你就完全是不需要做事的了 你的手可以放鬆 它就會和你將車拍進去最安全的地方 正所謂 以聽為虛 眼見為實 現在就立刻為大家做個示範 首先 當我們準備泊車的時候 就要安着自動泊車系統的按鈕 當聽到BB聲的時候 就代表電腦系統已經找到泊車的位置 現在就只需要將汽車平衡 泊到白色車的旁邊 入後波 放開手 軚盤就會自動轉動 在這一刻 駕駛者只需要控制速度 當再次聽到BB聲的時候 整個泊車過程就完成了 大家看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很神奇呢 這個系統 不單止會幫我們泊車 還可以幫你找位置 就算周末的時候 我們去到市中心 又或者是唐人街 遇到要用平衡泊車來泊的街位 都不怕泊來泊去都泊不到 被人撥之餘 還妨礙其他車 Active Park Assist 系統 就解決了我們 泊平衡泊車位時的難題 而另外 這款新型號的新車 同時也安裝了 為駕駛者安全而設的Sync系統 這個是靠聲音控制 汽車內裝置的系統 有了它 我們的雙手在駕駛的時候 不需要離開軚盤 都可以自由控制 汽車內所有信息系統的運作 Sync是一個軟件 是將你藍牙的訊息 所有的訊息 或者play music 和Test Match 你只按一個按鈕 全部可以在顯示 裏面一個4吋的Display Center 你可以自動充足 對你的駕駛來說 是非常安全的 USB, please say a command USB, please say a command Play next Next track USB, please say a command Repeat Repeat on Repeat on 除了聲控系統之外 這一系列型號的新車內 也增加了安全設備 確保駕駛者的安全 這輛車有7個 所謂Airbag 就叫做 防撞汽車系統的安全器袋 它除了前面兩個 側面兩個 它的頂部都是有Airbag 最主要的現在最新的設備 就是你的膝蓋 都是有Airbag 去保護你所有安全 現代汽車科技日新月異 以前我們覺得很困難的事 現在都會有先進的電腦系統 為我們代佬 在增加我們在汽車內舒適度的同時 亦大大地提升了汽車內安全設備 令我們在使用汽車代步的同時 亦都能享受到駕駛的樂趣 只不過 無論汽車擁有多少先進的設備 各位都應該謹記 駕駛時候首要的條件 就是安全至上